這個TikTok國會聽證 他有一個問了一個 更天才的問題 他說請問TikTok是不是要上網 人家說當然要上網 他說上網之後 他是會侵入我家 所有的聯網的設備 他把TikTok當作病毒你知道嗎 這個是在抖音被傳得 最廣的一個片子 這個如果到台灣立法院 來舉行公聽會 我相信結果也不會讓美國贏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的智商下限可能更低 我們立法委員的胡思亂想 也相當多 因為我們之前小米都可以堅持 我覺得美國現在是碰到兩難 第一個他想要說 逼他把美國的TikTok 賣給美國公民 他不想直接把他禁掉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TikTok使用者 是一億四千萬 然後靠TikTok賺到錢的 有四百萬人 所以他會得罪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人 所以拜登不想直接禁 結果中國大陸 中國政府也說了 他說叫字節跳動 不可以把TikTok 美國賣給美國 所以他現在卡在中間 事實上中國政府這樣 等於是在幫他 我不准你賣 所以你就可以說我背後有 中國政府的壓力 這個真的是無解 這個美國自己就是要想清楚 如果你認為有後門會傳遞訊息 你就舉證 不是這個舉證 我願舉證 OK 結果你又拿不出證據來 我跟你講事實上三星 跟台積電未來要碰到 更嚴峻的問題 因為美國剛通過一個法令 聯邦政府規定 只要拿了聯邦政府的錢 不只是對先進製程做管制 他對既有的成熟製程 未來不可以增加投資 超過10萬美元 這不是開玩笑嗎 半導體投資理由10萬美元 做限制 然後還有 不可以超過既有規模58 我跟你講 這兩個問題都打到台積電跟三星 台積電我不知道它28賴米 它以後就不用擴廠了 說南京廠就慘 你就不用擴廠了 那三星跟海力士問題更大 因為它在無錫跟西安的規模更大 那隨便一個投資儀都上億 什麼10萬美元 所以我跟你講他們 未來我真的不知道它怎麼弄 尤其是韓國 我覺得台積電可能會遵守規定 三星跟海力士真的是做不到 因為它在中國那個 它的晶片廠的產能實在是太大了 而且它裡面還有先進製程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要怎麼去面對 所以這個總的講 就是這個半導體的 美國的全球的制裁的這個戰爭 我覺得現在未來的指標就是看三星 我認為比那個ASML還要淒慘 因為如果他連成熟製程都不能做增資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未來要怎麼營運 因為他在中國的產能的占比非常高 而且很大量是在中國銷售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美國的邏輯 他這種自己想的邏輯 那人家以後就看就不要來拿你的錢 至少三星能夠拿到美國多少錢 他才投資170億 我認為他拿的錢也不會超過60億 那我乾脆就不要到美國投資算 就算糖衣毒藥 不 他這個等於就是逼人家表態 最後我就不要來你這裡投資 那他成熟製程還是去中國投資 所以怎麼會有 我覺得這個政府已經 他的政策的愚蠢程度 越來越匪夷所思了 所以你也不要去怪眾議院 因為他連行政部門都這樣 集體失智了 是吧 來 我講好 我好好舉證一下 我稍微看了一下 周壽之他被問到 就是說有美國議員 我事實上對美國官員 包含國家安全顧問的這個程度 真的是基本上很懷疑 我議員沒有怎麼看得起自己 現在發覺我至少在美國 可以幹上國家安全顧問 周壽之接受這個問題 我替亮哥稍微仔細說明 他問了一個問題 周壽之沒聽懂 他說你是不是要接受 這個家裡的Wi-Fi 然後才能夠進行這個T-T 然後這個周壽之沒聽懂 你知道嗎 結果他連這個都不知道 他都不曉得問什麼 他講說我要Congressman什麼的 然後就講了個半天 後來他就說對啊 就是T-T 當然你不能 因為實際上美國現在政府組織 跟公司裡頭都不准用這個網路 當然是在家裡上網 這個很普通 因為我天天這個抖音快手 就還有這個T-T 就常常在用 這個家裡的網路 居然美國的國會議員都不知道 所以美國人覺得非常丟臉 這個是被大家講得說 這非常奇怪 感覺上他好像完全不了解 他就沒玩 我不曉得他自己有沒有上網 你知道 所以他拿出一個手機講說 好看了 而且那個瞳孔放大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好笑 人快死了才瞳孔放大 他怎麼講到這種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都嚇了一跳 你知道 我都搞不清楚 我一開始就說 我覺得那個周壽之太好了 表演得溫文優雅各方面 證明這種感覺上好像那個 我不好意思講 中國人確實比那個 華人確實比白種人要聰明一點的感覺 至少從問題來講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講到這個韓國也好 或是iPhone也好 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從小讀經濟都知道 最重要的不是生產 最重要的是市場 你要有市場才有進一步的生產 你要賺錢 你不是光生產 放在那邊當儲量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你要增量不能夠 這個你當存量的話 那基本上效用就不大 你增量生產的原因 就是有市場有銷路 然後這一些的情況下 通通都是銷路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來講 三星也好 事實上我覺得說搞一段時間 那麼連台積電的話 也就是說 目前現在面對最大的麻煩 是說明大家心裡要了解 美國為什麼要放棄它的製造業 這個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什麼什麼 中國太玩不過名的遊戲 或是什麼的 這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 那個曹德旺搞那個汽車玻璃 拍了一個影片 大家去看一下 美國的製造業最大的問題 是它的工會 這一次裁機店也面對了工會問題 這個工會提出來了非常荒唐的訴求 工廠蓋完以後要蓋托兒所 要蓋養老院 要自己在鳳凰城那邊 要成立一個社會福利國家 通通蓋完了就養在那了 那這個哪受得了 在台灣這邊的台積電 也是與其與求 前五年免稅什麼 都來一大堆的關稅同盟 現在美國要面對工會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個人 包含張宗盟在內 能夠解決美國工會的強力訴求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這是美國真正變弱的原因 你只要一人 而且這個還是在開工 記者會之後再加了條件 對 他已經搬過去才加的 成了一個社會國家了 這個完蛋了 蔣君 其實這個TikTok是個假議題 最近開這個聽證會 其實我覺得就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為了選舉炒作出來的議題 TikTok要進 不是現在才發生的事 是川普當總統的時候 大家如果說有記憶的話 川普當總統的時候 他就要進TikTok 進了這麼多年 對 拜登都已經要重新再選舉了 進掉沒有 沒有進掉 所以我覺得那場聽證會 根本就是兩黨議員在作秀 你做就要準備做功課 兩黨議員 你看看他們那種 在議場上面提的那些問題 讓人家全世界當消化看 不過話說回來 我原來對美國是覺得說 很精英的這些人物 才會當政治人物 但是現在這個我覺得也不稀罕 包括川普自己都講 那時候是COVID-19流行的時候 他會叫大家喝消毒水 對不對 從總統叫大家喝消毒水 議員講這種話 國安顧問叫台灣老百姓拿AK47 我覺得這整個一連串下來 讓人家懷疑能不能夠不以美 其實不是以美 是校美 對不對 你整個從總統到議員 到國安顧問都在弄這種 世界級的笑話給大家看 另外我講這個晶片的問題 其實全世界大家要知道 這個供應鏈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自己能不能夠 離開中國的這個供應鏈 中國供應鏈有一個特色 就是便宜 他製造業他工人很勤奮 也願意努力的工作 在這種民族性狀況之下 中國提供出來製造的東西 是比較便宜 而且好用 耐用 所以說全世界的很多的企業 他願意到中國大陸去設廠 另外就是韓國來講 你看 韓國也到那邊去設廠 我今天就講說 不管是說韓國 你再用現在一個頭冒在修 所以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韓國在中國投資的 將心50兆韓元 來設置這個半導體的晶圓廠 這些設施 其實它有些東西是消耗品的 每四年或四到五年以後 慢慢它陸陸續續 它這些機器都要更換 包括我們台積電也是一樣 機器它太舊要換新 或者是說製程要更新或幹什麼 它機器就算是同一種製程 它也要更新 那你現在 三星我問你 你後來 現在來講 今年或許你還可以 這個機器還可以用 四年之後你要不要換新的機器 你換新的機器 你可不可以再運到大陸去 你要不要被 會不會被美國制裁 所以這些都是 都是這些問題在這個地方 美國只來講他很自私 但是我覺得這個拜登也是 一時的這種沒有深思熟慮 所做的這些決定 可能會造成我們全球各國的 一種企業界經濟上的 一個很大一個困擾 是改口 上禮拜五本來美股 開盤是跌500點 它又改口說它要全部承接 又回帳這樣 可是今天台股還是跌了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奇怪 你在幹嘛 因為這裡面有 很多人就覺得 你到底那個 縮表到底還要不要進行 因為縮表總共縮了6千億 累積到上個禮拜五 已經回吐4千億了 這個不就是變相 我們就不要說又是QE 就是說你就是 就是你 它現在好像兩個就卡住了 要嘛就是為了物價穩定 要升息 打通膨 可是又怕升息之後 這些買了美債相關商品的這些 他後面撐得住嗎 因為後面到底 會不會還有其他爆雷 沒有人知道 而且也傳出來了 就是美國的商業不動產 商業不動產 目前的平均利率已經高到 30年期的已經高到6.75了 所以你如果是最近買進的 是浮動匯率的話你就中了 浮動利率你就中了 除非你是之前的用固定利率的 你如果是最近用浮動利率的 你都中了 這一些商用不動產的貸款 大部分都是在 這個比較小的銀行 就是2500億美元以下的銀行 那會不會有人出事 這沒有人知道 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所以而且他那個矽谷銀行 跟第一共和銀行的 因為他聯準會講的說 這個存款沒問題 可是很多人就覺得 怎麼別人提得到我提不到 這裡面好像還是有差別對待 是不是美國公民 或者是美國白人就優先提款 或者是好萊塢大咖就優先提 或者是美國科技界的 重要的創投金主就可以先提 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資金 往香港 新加坡移動 這個不只是從歐洲的銳行 那邊跑出來 也從美國的銀行跑出來 光是最近跑出來的錢 就高到2400億美元 有的是跑到香港 有的是跑到新加坡 可是這個就非常的 有點諷刺 就是我們知道西加坡的銀行 像新展銀行是有主權擔保的 中國那四大銀行 根本就是國有銀行 結果現在不是變成 社會主義打敗資本主義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說你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 現在出現這麼多不確定 所以使得人家說 我起碼先要保本 所以我就先移動 就跑走了 美國去年搞了半天 暴力升息把人家的資金 逼得大家都湧向美國 現在開始大量回流你知道嗎 然後歐洲也不敢去 美國也不敢流 結果就跑到亞洲來 所以為什麼未來 香港跟新加坡 未來就有極大的金融空間 可以玩 所以香港上禮拜就公布了 家族財務的管理方案 他就發現很多人的錢 都要回來了 這裡面主要還是針對大陸的 大陸的 大概有70%都是大陸的 結果當初他們跑出去了 現在都跑回來 這個坦白說 這個都要感謝美國的德政 他可以造成如此的混亂 造成他的人才被趕回中國 然後現在資金也被趕回到香港 難怪講拜正宏 這裡面最主要發生的問題 這裡面就是美國相信的問題是 拿著美元的霸權 過度相信整個經濟的理論 美國目前所採行的政策是矛盾的 就是說你如果升息以後 債券下跌 然後你不升息 美元下跌 兩者之間剛好是矛盾的 那個債券下跌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美國的債券 是因為它是 美國是個霸權國家 所以它發債的時候 是穩賺不賠 然後商業銀行對外講 是說透過什麼經營的策略要賺錢 實際上的話 大家非常簡單不用腦筋 就直接買美國債券 但是買美國債券的時候 這個矽股銀行它出現的問題有兩方面 第一個的話 給人家產生一種誤解 以為矽股矽股就是科技 事實上它根本沒有做任何的 科技的天使投資 然後他直接就買了美國債券 第二個的話 他在管理上來講 異常大膽他買了長年的債券 然後一旦升息債券下跌 他就認賠 認賠以後 他裡面的CEO 跟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是一樣的 大概也就這種程度 他自己把自己賠錢的消息 放出來了 這一放不得了 他原來要募資22億 結果一下被提走了420億 這個是整個矽股銀行倒閉的原因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說美國目前為止 他整個經濟的理論出現了矛盾 他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邊聽到的情況 就是說是所有人都會發覺說 美元本身的話被提很重要 但是他提到哪去都一樣 因為貨幣本身就是個交換的制度 現在美國的做法非常簡單 把這個危機全球化 先是在搞瑞士銀行 現在在搞德意志銀行 就是把大家都綁在同一個戰車上 你要是有飛彈來 大家一起挺過去 要不然的話 大家都不要挺過去 所以說產生這種情況的話 美國本身救不救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全世界的銀行體系之間 尤其是投資銀行 他必須要相互支援 所以產生這種情況 所以說這一聽以後就知道說 目前為止的話 為什麼提出來的錢 不一定是華人的錢 所有的錢的話都往香港 四大行走 剛剛的話我們亮哥講得非常好 社會主義打敗資本主義 我告訴你 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全世界唯一監管 哪怕是首富 說下台就下台 說抓起來就抓起來 只有中國 你在美國那個索羅斯講話 都跟總統差不多了 哪一個人敢把什麼首富抓起來 只有中國嚴格監管 目前為止就是說 你看經濟學院雜誌講說 這個事情的話 感覺上2008年15年後又發生了 為什麼監管不管你怎麼制定 到時候就沒有辦法嚴格執行 中國沒這個問題 這美國大銀行在這一波裡面 或許還可以挺得住 但是中小銀行就很慘了 我們看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收盤的時候 中小企業股跌了差不多7 80% 每一家都跌到7 80% 其實是非常慘的 那美國為什麼發生這種問題 其實問題很多 與時間關係我只講一個 就像是剛剛院教授所講一樣 美國自己本身政治制度 也是一個其中一個原因 民主跟共和兩黨的互相爭鬥 還有他們議員本身的素質 都是很自私的 美國銀行現在會出這些事情 最大一個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沒有監管好 那為什麼沒有監管制度 因為美國那麼聰明 那麼有智慧的國家 為什麼沒有一個良好監管制度 因為制定這些監管制度 都是美國的議員 他都是用自己有利的方式 來一定這些監管的這些 法律跟條文 讓這些法律條文產生了很多漏洞 所以說這些銀行的經營者 他才有機會從中上下起手 去謀取暴率 最後結果就是變成 這個我懷疑這個時候能夠安排重大的會面 因為中風 比如說最近幾天 中俄烏 他去俄羅斯協調 然後回來之後你看發生什麼事 美國進一步做科技制裁 只要拿到聯邦資金的半導體公司 連成熟製成都不得增資 只能夠增資5個% 這個對三星對台積電就是重大打擊 然後又把14家大陸的企業 說你的最終的這個產品的用途不確定 無法核實 要求你60天來報告 然後又公布了在台灣亞成立老虎小組 要催促軍售 然後又在澳大利亞 搞了核潛電的購置 這個都是最近幾天發生的 然後還有菲律賓跟中國在南海的衝突 我跟你講 你現在還陸續不斷在增加中美的鬥爭 那你現在還要去中華大陸 尤其是那個最不要臉的商務部長 Lamondo 你還說你要去大陸 你已經制裁了600多家中國企業 你還要去大陸 你要幹嘛 然後你要讓步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是他要讓步 他搞不好是認為 他跟葉倫去中國大陸 然後他可以當場說 不然我刪掉幾家 那你就進來買美債 你進一出這樣 你把中國看成是這種國家 我覺得美國我看大概就不用去中國大陸了 你把人家制裁了 然後憑空創造出籌碼 然後現在要求中國進場買美債 現在美債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拋售 只有極少數的國家在買 那我就覺得英國 加拿大 日本都是被迫買進 連台灣都在賣 更不要講別的國家 大部分的國家都在賣 法國賣的最多 那你這個時候還要用你的制裁企業當作籌碼 來要求跟中國做交易嗎 是這個意思嗎 那你如果是這樣想 我覺得你就是把中國看成什麼 好像打一打 然後你就會乖乖的順服 這完全誤判的形式 我就覺得奇怪說 LeMondor怎麼會說他想跟葉倫一起去 除了這一點之外 我想不出他取了動機 他以為那個是籌碼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美國的悲劇 美國2018開始搞貿易戰 拜登跟賀錦麗在2020年大選的時候 都說貿易戰是錯誤的政策 結果當選之後到現在都沒有改 結果搞到2022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貿易額 又回到6905億 又回到比2018年還要多 中國對美的順差還要更大 你的貿易戰完全失敗 你還在那邊想說你有創造出籌碼 然後可以來要求施壓中國 來多買點美債 或者不要再賣美債 我跟你保證中國一定繼續賣美債 你自己就等著看吧 你自己闖的貨 看你自己怎麼解吧 你一天到晚在印美元 然後叫全世界都要買美債 你這個遊戲玩不下去了 那一旦玩不下去之後 我看你怎麼蒸發貨幣 是 好 其實我們也想要請教趙老師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看到美國這邊官員想去 其實目前來看 我們看到是南美這邊 巴西 然後還有什麼東協這邊 其實大家也都要等著去到中國 當然大家每一個人去的時候 很多人是為了經貿 為了做生意 可是李顯龍特別強調一點 當今的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了 但是他也提醒了 中國是不是必須要調整位置 趙老師你怎麼看 我不瞭解他這個調整位置是什麼意思 那基本上我是認為 二十大以後 尤其是兩會以後 那麼習他現在可以說 集黨政軍又為余生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他現在的這個 站在那個高度是比較高了 那因為你美國現在你這個 究竟下一任總統是誰也搞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最近這段期間 為什麼這些國家 剛剛阿良哥提到這些國家 陸陸續續都要去拜訪中國 要跟習近平見見面 因為他是比較穩的 他就基本上他還可以做好多年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些國家 當然他眼睛不是瞎子 他當然比較看得到的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可見的一個強人 就在那個地方 那拜登當然也是個強人 可是問題是他可能被下一個強人取代 現在不知道美國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原因 這些國家陸陸續續去 那我覺得那個 你剛剛提到那個李顯龍 這個新加坡基本上 他在整個這些所有 東南亞國家裡面 新加坡從李光耀執政開始 他那個外交政策就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靈活了 那麼他這個調整位置 我想他的意思是中國今天也不要太 這個因為習近平講 要韜光養晦要開始奮發有為 那是不是你調整到一個位置 也不要讓很多國家覺得對你害怕 把你的這個中國崛起 就等同於中國威脅了 我想現在 我想是不是這個意思我不知道 那要李顯龍他自己去解讀了 當然我基本上我是認為這些國家 他們現在都不願意 那麼明顯的要選邊在內 包括馬克宏 他要帶來歐盟支委會主席 還要去 包括前一陣子蕭茲也去過了 很多美國的盟友 北約的盟邦 包括在亞洲除了日本之外了 那麼很多國家他們基本上 包括澳洲他們都希望能夠走到一些 不要太這個太明顯的選邊這樣 都希望能夠有某種程度的 有個戰略自主 現在只有台灣這個情況 是最特別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些國家 他們有些是跟美國非常好 但是他還是希望能夠 跟大陸維持一個關係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台灣這個相反 你只要去跟大陸維持一點的 溝通的管道也好 維持對話 即使去計個組都不行對不對 那麼就鋪天蓋地就這樣來 那怎麼辦呢 就希望對大陸這個線就完全斷掉 那完全斷掉你就一條選擇 就完全靠美國 你就要把你的前途 你未來的希望 就寄託在美國的善意之上 那寄託在美國善意之下 你稍微有一點點的對懷疑 懷疑是很正常的 懷疑很正常 有一點點懷疑 是不是你的利益跟我的利益 是不是有衝突 是不是你的利益 能不能夠站在我的利益 來考慮問題 不要老是想把我當作豪租 不要老是想把我當作豪租 不要老是想把我當作布雷 你有什麼對我有什麼保證 這種事很正常的 我希望是 蔡英文總統這次到美國去 在這些我們提出一些疑慮 可能是疑美論 那你就疑美論就等於親共 是吧 那等於親中賣台 可是蔡英文總統 他如果提出來的話 沒有人會出來疑美論 是不是 我老是希望蔡總統去美國的時候 能不能說問一問 像台灣有一些人 是對你對台政策 對兩岸政策是有點疑慮的 為什麼你不幫我們加入WHO 為什麼你不幫我們加入IQ 為什麼不承認我們 你乾脆1979年是跟中華民國斷交 你現在我們對你這麼好 大陸這麼糟糕 你為什麼不承認我們 更糟糕的宏都拉斯 你還有軍事基地在那裡 你怎麼眼看了他就承認中共 問一問 如果蔡總統問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會說到疑美論 至少藍營我想 韓彬你會不會說到疑美論 你會不會他問這個問題 也不會吧 對不對 你也希望他問問對不對 韓彬都說對 那就差不多就對了 那個中國本來就不結盟 他們有特別強調 他們不針對第三方 對 那只是對國際的秩序 該有的一些特色 他們表示有一些共同意見 比如說中國大陸講的比較多 就是說你的安全要顧慮到別人的安全 不要搞集團對抗 然後發展的話就是要注意到不平等 還有貧窮不均的問題 貧富不均等等 還有不要把別人 把自己的價值強壓到別人身上 要尊重各國文明的特殊性等等 可是我覺得主要是俄羅斯 在這個階段真的需要中國 因為歐美日韓的企業都撤出 這麼大的一個缺口 誰能夠補上 還有他的財政收入確實短少很多 所以中國跟印度就補上了人員這一塊 這都是事實 還有西伯利亞要開發 他也需要有人投入 不過我覺得美國主要是把自己弄亂了 比如說拜登你當初 剛當選的時候 你如果回到歐巴馬的TPP 那你亞洲不就有一個多邊的 經貿架構嗎 你為什麼不回來 是川普退出 你為什麼不回來 拜登類似的舉措還非常多 比如說就是 但是他事實上那個時候就已經反省到 用關稅來做武器是不會成功的 然後也是他的政見 可是他並沒有做 事實上中國大陸那時候最擔心的就是 他在亞洲搞TPP 然後在美歐之間搞TTIP 結果後來都沒有 就是拜登變成是繼續follow 川普的政策 一樣中東也是 川普跑去說 以色列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然後屯肯區以色列有合法性 你違反聯合國決議 所以當然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嚴重反彈 結果你拜登上來之後 你也沒有改回去 那你這樣叫中東的國家怎麼跟你做朋友 還有你看這次巴西魯拉 他是因為生病結果暫停訪問中國 不然他是先去美國 他剛當選總統是先去美國 只有只去一天 那只跟拜登談政治 說氣候變遷的部分 巴西可以跟美國合作 然後他要去中國大陸 帶了240位企業家 然後聽說本來要簽20個協議 然後希望中國去巴西 協助他發展基建 還有做一些投資 他的工業的發展 這個就是明顯的差別 就是連你的後院 為什麼你守不住 因為你能夠提供給他的幫助 實在是沒有 不然巴西為什麼 他先見你 表示尊重 為什麼只去一天 因為你沒有辦法提供他基建 沒有辦法幫助他做工業發展 那怎麼辦 那難道類似處境只有巴西嗎 你去跟阿根廷 巴西是 南美的共同市場裡面 最晚參加一帶一路的 阿根廷早就參加了 烏拉圭也參加了 智利也參加了 那難道這一些不是美國的朋友嗎 是 所以我說美國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 中東最明顯 你一面倒向以色列 你在中東怎麼可能會有好政策 不可能 你自己把自己綁死了 所以蘇地阿拉伯 因為你既然那麼一面倒向以色列 所以他的策略就只有一種選擇 就是幫以色列跟順利派和解 然後一起來對抗伊朗 可是對順利派來講 他就覺得 那我直接去跟伊朗和解不就好了 對不對 當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不就你自己做死了嗎 好 所以整個局勢看起來 到底是作簡自負 還是只是強調 大哥只有一個 大家怎麼不認我當大哥呢 我們先進廣告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 現在的美中關係 李顯榮說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季辛吉也說 這比第一次危險 今非昔比 大家就想問 說很多美國人的疑惑 可能是為什麼中國不在 韜光養晦了 請教趙老師 中國長大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 習近平有一次到法國去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中國一個碎屍 一個碎屍現在要醒的 那麼韜光養晦其實意思不是說無所作為 韜光養晦的意思就是 你該做的還是做 不該做的你不要強出頭 他主要是這個意思 那麼我想中國它的崛起應該 西方他們在研究 應該從2005年開始 當時北京奧運辦成功了 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用它自己的制度 能夠渡過金融海嘯 那麼所以很多西方人就認為 這個中國它是起來了 那我想 中國它整個這個 這個勢頭望上其手 不是說這個東升西降 它整個這個勢頭是往那裡走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情況下它必須要有相對應的這個 在國際的一個角色 所以原來過去是一個區域的強權 現在它又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力量 所以它必須要有發言權 那美國就認為你要爭取更多的發言權 你又是你剛剛主持人剛剛講 你到了老二就好了對不對 你現在你這個 雖然你不想跟我爭奪天下敵人 可是你的武功越來越強大 握他之旁 其容他人酣睡 所以美國一定會覺得很緊張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各種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就出來了 當然你不可否認 因為它中國整個崛起以後 會有產生一股大陸一個民族主義情緒 所以過去什麼厲害了我的國 這種話都出來了 可是最近他們慢慢慢慢也了解到 這樣子下去 所以我剛剛一直覺得就是 李顯龍講的話可能有這麼一點點意思 當然這點我跟這個韓民哥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是要叫中國調整它的位置 而不是叫別人調整位置 那好了 我想大概主要的原因就是 今天很多人都認為東亞病夫 沒有辦法接受中國一個崛起的事實 過去川普時代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試圖改變中國 他改變中國 他把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加以區隔 要改變 可是拜登這點倒是滿了解 你有承認中國它是一個reality 它這個壯大是個事實 就沒有想要企圖改變中國 而是現在看起來 在中國看起來是要企圖要摧毀中國的一味道 不改變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會有這樣子 中國想要更大的發言權 會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是太光養晦是在那個 好